同學雖然期中考的比較好 不要就鬆懈下來 那我們今天開始要講的是 你們課本上的第八章第二節 這是你們課本上的第八章第二節 不過這邊我有個跟你們提醒一下 就是說書上這個標題不太對 這個標題應該這樣講 還要加上怎麼樣 你們知道我講的意思沒有 如果Z 我們現在談的是這樣的系統 就是說一個原子核 一個原子核 然後怎麼樣 這是原子序 Z是原子序 然後它帶這麼多電核 正電核 對不對 那外圍有一個電子 就只有一個電子而已 就這系統只有一個電子而已 那有一個原子核 有一個原子核有一個電子 那原子核 因為原子序是J 所以這是J等於1 Z等於1的話是氫原子 這樣清楚嗎 如果Z大1是什麼 是離子 這樣清楚嗎 所以課本上這個標題不完整 所以我們應該講什麼樣 氫原子 以及什麼樣 類氫離子 這樣清楚了嗎 對 這個氫原子核 這個氫原子核 就像氫原子一樣 它只有一個電子而已 但它不是原子 它是離子 因為它是帶電的 這是Ion 那我們再複寫 我們目的還是怎麼樣 目的還是要解 小Dx 那小Dx 我們再從頭 再把那個 整個波函數 波函數我們再一個一個解 我們知道波函數是 最完整的是這樣子 好 完整的波函數 這是三度空間 那用球做的標 所以R Vy 還要時間 那這是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把它分 時間部分我們分開來 然後空間部分 那空間部分又可以寫成這樣 對不對 空間部分可以分成怎麼樣 鏡像部分 然後乘下一個角度部分 我們再複習一下 在什麼情況下 我可以 在什麼情況下 我的波函數 就是空間波函數 可以這樣寫 覺得可以寫成這 我們在複習 什麼情況下 我可以這樣寫 不是常宿未能嗎 在什麼情況下 說明你們都忘掉了 在什麼情況下 求命對稱的未能 跟進是嗎 這邊是R沒有θ5 就跟角度無關 就是說 如果未能是求命對稱的話 你的波函數 你的波函數就可以 可以這樣子 也就是說 YLM是怎麼樣 是I跟Function 所以我們剩下是哪一個 剩下是解這個 解R 對不對 解鏡像的波函數 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 跟角度 未能跟角度無關 那個位方形這樣子 那這個R要滿足這個 這是什麼 所以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就是未能 我指在這邊 VR 我這邊用的是CCS單位字 你們數本上是這個 這是CCS 這是MKS 等一下還要呈上這個C數 你們數上 你們數上是用這個 你們該知道怎麼用 如果是CCS單位 這是要用什麼單位 我們複習一下 有沒有學過CCS單位字 你們現在很多都沒有學過 如果CCS的話 這邊是用厘米 這個E呢 意思呢 用淨庫 你們現在是用的庫輪 那如果CCS單位是用淨庫 那這邊MKS的話 這是用什麼 用公尺 米 這個呢 用庫輪 這樣會了嗎 不過都一樣啦 我等一下 因為我寫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個 那你們 那你們 經過一個轉換 經過一個常數的轉換 你就可以用 換成那個MKS單位字 所以我這邊的公式 我這邊公式是用CGS單位字 那再過來 這個μ μ 你們告訴我 μ是什麼 對 reduce mass 為什麼要用收減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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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是雙體運動 雙體運動 雙體運動可以發展 一個是直訓的運動 還有一個相對運動 那相對運動的有效 相對運動的有效值 就是怎麼樣 就是reduce mass 那我們這邊討論 只是相對運送 我們沒有怎麼樣 我們沒有考慮直訓運動 這樣稱什麼 那這是等於 reduce mass等於 這是原子核的質量 原子核質量 那這是電子的質量 然後底下是總質量 然後因為電子質量 比原子核質量少 小怎麼樣 小不小 大概小多少 幾次嗎 大概講 因為原子核質量 輕原子很小 那也會很大的 所以大概是差不多 死得不四次方 所以這趨勁怎麼樣 很接近電子質量 那底下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解這文方式 對 你們都操了 然後底下我們來看 我們怎麼樣解這文方式 我們在解這文方式 解法 跟以前我們在解那個 檢學運動很類似 跟以前我們解那個 檢學運動很類似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在解之前 我們先做一些變量的轉換 讓這文方式 可以比較簡化一點 所以我們第一步 我們做這個簡化 我們做這個簡化 就是我們把 這是 這是 鏡像的 這是長度單位 這個簡化以後 就羅賓怎麼樣 是沒有長度單位 就沒有單位一次的 就沒有單位一次的 就沒有單位一次 Dimensionless 另外我們再做這個 另外我們再做這個轉換 我們把能量 就是說這些能量 還有前面這些技術 我們用個lm來表示 那這邊我們可以換成這個 這alpha 你們先抄下來 然後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alpha是等於 叫精細結構的係數 fine structure fine 這個有個名稱 alpha有個名稱叫什麼 叫精細結構的係數 那它差不多等於是 130 這它的量 你把它算 把這個常數帶進去 算出來的話 它差不多是137分之1 你們書上有這個係數 但它沒有把它的定義寫出來 也沒有把名稱寫出來 告訴你們 多擦沒有 然後 經過這個 經過這個 變量轉換以後 我們這個式子 我們這個 文化的式 就改寫成這樣子 插了沒有 就文化的式變成這個形態 從這一步 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所以我想你們應該都會 應該要會做 只是做變量轉換而已 然後下一步我們就是要解這個文化方式 我們解這個文化方式的解法 跟那個減學運動很類似 我們再稍微複習一下 我們在解那個減學運動 減學運動系統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解的 我們先解哪個太快了 我們先解哪個部分 我們先解怎麼樣 解很遠的時候的怎麼樣 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簡化 我們來看 在R很大 其實就是R R很大就是R很大 因為R跟怎麼樣 R是正比R 對不對 所以R很大不要R也是很大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以省略掉哪些項 哪些 這些哪些項可以省略掉 第三項 這項 還有呢 這一項 還有這一項 都可以省略掉 因為這趨勁無限大 這趨勁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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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剩下哪兩項 剩下這一項 還有哪一項 還有最後這一項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我們就得到 我們就得到這四項 會結這個吧 這很簡單的 我用忘記 所以我們結什麼誰 左姐 蛤 對 指示的正負什麼 正負的二分之多 OK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了 那我們總共取哪一個 正的話是怎麼樣 正的話是發散的 所以我們不要 我們只取什麼 收斂的 所以我們只取負的 這樣可以嗎 不要忘了這趨勁 這趨勁在什麼時候 什麼情況下才適用 對 在Raw很大的時候 這樣可以了嗎 那我們再仿造那個 我們再仿造那個 我們再仿造那個 減學運動 減學運動 減學運動的做法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我們要這樣做 我們當然下部要解全部的 這邊指示R很大 我們就要解全部的 那全部的我們怎麼射 我們下一步這樣射 這是一個 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跟那個減學運動完全一樣 這個是在這裡 這是從這裡來的 就這一項 對不對 那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是什麼 後面這個 這是什麼函數 是多向式 是展開式 我們再 你們步驅一下 那個減學運動 就知道 這邊是個 這係數 然後乘下一個 這說得很快的係數 然後乘下一個多向式 對 不過這多向式 我們又做一個轉換 我們又這樣寫了 這邊是從0開始 這邊從0開始 這邊從0開始 就h h從0開始 但前面還多像這 前面還多像這 前面還多像這 我們 我們複習一下 為什麼 小不小 為什麼前面要多這 有沒有聯想到我們 這跟我們 啊 什麼樣 沒有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還不跟那個觀念 我們學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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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能你們沒有把它聯想過來了 他們聯想過了 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會L出方 還記不記得我們再講那個 就是說 我們再講這一章 這一章 這一章的話 我二是後講 我現在才講 對不對 我是先講後面的部分 後面部分是什麼樣 是常識未能的 還記不記得 我先講常識未能 那我在講常識未能的時候 這些破完式有 常識未能的破完式 有什麼特徵 當R確定領的時候 是什麼 R確定領的時候 破完式有什麼特徵 你考試都考了 你考試都忘掉了 破完式 如果R確定領 破完式跟什麼 確定什麼 忘了那麼快 還記不記得 當破完式確定領的時候 有一次確定什麼 R的L四方 對不對 R就是這個 R就是多 R就是多 這樣聽什麼 R就是多 所以這一項 就是這樣來的 這樣會嗎 那後面就從 正面說 就從領開始 所以 對整體 對一的整體來說 最低項就是這個 最低的那項是這個 這樣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設 那經過這個轉換 我們先一步一步來 首先這個轉換 這個轉換到 維護方式變成這樣子 然後在這一步 我們就說 經過這兩次轉換 我們最後得到H的 怎麼樣 H的維護方式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OK OK 那我們下一步 就把這個帶進來 把H這個 這多項式 對不對 帶到這個式子來 有沒有問題 把這個 把這個展開式 帶到這邊來 那我們就 我把那個式寫下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就是我們把那個多項式 帶到那個最底下 那個維護方式 你們知道這些項是怎麼來的 這邊微分兩次 對 微分兩次 微分一次是得到I 再微分一次 不是I-1 那這邊降了兩次 那這邊是微分一次 對 微分一次的話 你跑出I跟 海出I出來 然後這邊降一階 對不對 那這邊 這邊的話是除以多 所以這邊是I-1 那這兩項 這兩項可以合併在一起 因為它是相同次方 這個是不同的次方 那我們目的 就是要把它怎麼樣 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項 這兩項先合併在一起 這改過來 我們這要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I-1的 怎麼改 I-1怎麼改 這項 怎麼改成跟這兩個一樣 蛤 沒有就是把I-2 換成I'-1 還記不記得 把這 前面是I-2嘛 對不對 你們要換成I'-1 換句話說是I等於多少 I等於多少 我們把負二搬過去 對不起 把負二搬過去 變成正二 正二減掉負一 所以是I-1 I-1 這樣的話這一項就變成什麼 我們先做這一項 這一項我把它拉下來 這項是等於負的 I變成I'-1 然後在這一項呢 I-1是什麼 對嗎 I'-1 然後我們C I多少 在這裡 I'-1 對嗎 對 對 就這個 對不對 然後在Row怎麼樣 Row I-1 對不對 對 那這邊原先 原先 原先是從 我們知道 原先在I等於0 對不對 I等於0的話 I等於0的話 這一項等於0 I等於1 這一項也等於0 所以原先 其實這一項從哪裡開始的 哪一項是不等於0的 I等於2不等於0的 你知道講的意思沒有 原先 這從I等於0的話 這等於0 在第二項 I等於1是這一項等於0 所以這I等於2那項才不等於0 就知道意思沒有 那我現在換成這個的話 I可以從 I可以從 因為其實這個差異 所以是I等於1 但是 我搞不好 寫成I等於0 一不一樣 對呀 我寫成I等於0也可以 因為I等於0的話 這一項等於0 所以還是一樣 這樣講清楚嗎 那這樣的話 那我 我們以前 我們在講那個 減全運動的時候 我也用過相同 也用過相同的方法 這I plan 代表什麼 代表0到哪裡的整數 代表0到無限大的整數 我換別個符號一不一樣 我換別個符號 所以我把Plan怎樣 我把Plan怎樣 把它擦掉 這是一樣的 沒有問題 那這樣的話 我三項就可以合併起來了 我三項就可以合併 那最後合併的結果 是這樣子 這都操了 把全部合併起來 就變成這個式子 其實這兩項 其實這兩項 I加也可以提出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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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弄錯掉一個 沒有 這邊我弄錯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多 這項也要換 這邊還要再出一個多 有沒有 我剛弱掉 這項也要換 這項才換成這個 才換成這個 不要問 這邊是多 I-1 這邊變成什麼 再出一個多 變成I-2 I-2的話 也要照這個步驟 照這個步驟 所以這變成 變成換成什麼 這邊換成I加1 這邊換成I加1 這樣清楚嗎 跟我這個技巧完全一樣 所以才會跑出這一項出來 跑出這一項出來 跑出這一項出來 對不起 我把它寫下來好了 這一項我把它寫到這邊來 就比較清楚 等於是 上 這是I嘛 I 然後CI 然後這多點到多少 Raw-2 然後再2L加2 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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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在旁邊 哪一個 下面在旁邊 這項 這項 這還是I-1 原先的I-1 不變啦 這項不變 那這項 這項要怎麼樣 這項要把它換成怎麼樣 一樣的 I'0 然後I'變成這個 蛤 怎麼樣 為什麼那個 不是變成I-2 對 我們又把全部這項都換成是怎麼樣 換成跟這相同的 所以這邊就換 變成I'加1 對 CI'加1 Raw-1 然後 這項變成這項 對不對 那我再把符號怎麼樣 把符號換回去 那為什麼那個I-1 哪一個 那個I-1 不用先換成I 不用嗎 我這邊不用換了 一個是 我們現在有兩個 一個是I-2的一個I-1的嘛 我們把I-2全部併在一起 把I-2換成I-1的 那剩下不是另外一個是I-1的嗎 I-1就不用換了啊 我如果把I-2的換成I-1的話 就跟後面的可以合併在一起了嘛 來 為什麼是 因為我 如果 這個翅膀跟這個翅膀不一樣的話 我能不能合併在一起 對啊 所以要把他換成是同樣的翅膀 我才能夠合併在一起啊 所以最後才能夠合併成這樣子啊 有沒有問題 OK 同學這樣清楚了沒有 OK 那我們最後得到這個式子 那我們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線性獨立的函數 就次方 多向式的每一個次方 是線性獨立的函數 那如果這個公司要等於0的話 對所有的多要等於0的話 個別系數要怎麼樣 個別系數必須等於0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得到線性獨立 我就想學 因為這組函數是線性獨立的 個別系數要等0 所以我們就得到怎麼樣 我們就得到i-1 我們就得到這個式子等0 OK 我把這兩項合併起來了 把這項合併起來變成這樣 OK 那從這個式子 從這個式子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告訴我們 就是說 就是兩個系數比 兩個系數比是這個 OK 那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比例有什麼特征 我們來看這個比例有什麼特征 這比例有一個特征 就是當i很大的時候 就i很大的時候 你看 i很大的時候 這邊可以省略 這邊可以省略 所以i怎麼樣 i跟i消掉了 那這個結論 這個特性 你們有沒有聯想到什麼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我們這個解法 跟那個減學運動很類似 我們在減學運動的時候 也是有這個特性 兩個系數比 那這個特性告訴我們 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個展開 原則上 就是說 一般來講 可以到無限大 還記得 這個展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成怎麼樣 分成兩部分 這展開是從0到無限大 我們把0到無限大 分成0到一個大 m是很大的總數 然後這邊說 再從m加1到無限大 那麼你們再複習一下 那個減學運動 你們再複習一下減學運動 如果這個展開是 一直到無限大的話 這項跟什麼有關 這項變成什麼 放掉了 如果這個可以展開到 無限大的話 這項是什麼 跟減學運動完全一樣啊 正比什麼 指示函是什麼 指示函是什麼 指示函是落次方 你們再複習一下 你們再複習一下 那個減學運動 看我那時候怎麼證明的 你們有記 有把 我記筆記嘛 對不對 或者看同學筆記 那要我有詳細的證明 那個證明方式完全一樣 這邊我就不再重寫了 你們再複習一下 那個減學運動 看我這邊證明 你們證明說 這個展開到無限大的話 它正比這 就後面這一部分 就到無限大這一部分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的破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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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破環是 是R L對不對 然後 R 等什麼 I的負弱 對不對 然後再 在弱的L之方 然後再怎麼樣 是不是 那我們看 如果 如果H 有這一項的話 表示說 這個函數是怎麼樣 你們跟我講 H 有這一項 假如是這 展開到無限大的話 就有這一項嘛 對不對 前面有這個負的二分之多 它是Exponential多 所以兩個重起來是多少 對 Exponential二分之多 是發散的還是收斂的 是發散的 所以 所以這是不是 我們要的破環是 不是的 所以必須要怎麼講 必須不能讓它怎麼樣 到無限大去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不能讓它 展開到無限大去 那我們看看 我們來看看 在什麼情況下 這個會展開到無限大 我們再過來這邊 這係數比是這個 什麼情況下 這個展開是要展開到 無限多下去 在什麼情況下 分子永遠不等0的時候 例如說 如果是λ等於二分之一 我們先舉最簡單的情形 最簡單的情形 就是L等於0 對不對 我們先假設L等於0 然後λ如果是二分之一 λ是二分之一 分子永遠怎麼樣 分子永遠不會等於0 因為這是整數 因為i是整數 對不對 所以分子永遠不可能等於0 所以就會到哪裡去了 就會到無限多相去了 這樣清楚嗎 所以如果不到無限多相 必須要在某個地方分子要怎麼樣 要變成0 這樣清楚嗎 所以如果分子變成1個直覺的 認為是λ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整數 這樣可以了沒有 λ必須要整數才會停住 那我們再看 如果λ是整數的話 多抄了 多抄了 所以我們如果這樣取 如果λ是一個整數 如果λ等於n n是一個整數 就如果 如果λ是等於某個整數 對 對 你說我舉個例 我舉個例 說λn等於2 對不對 我舉個例是2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這個展開社會 是什麼樣子 然後 我們設置 這簡單點形成L等於0 那我們看會停在哪裡 我們看這個展開社會 停在哪裡 2可能太小了 我用3好了 我們來看3 n等於2等於3 我們看這個展開社會停在哪裡 我們看從C0開始 C0最小的那一項 i等於0那一項 i等於0 然後 i等於2 i等於1 c1等於多少 上面是上面是什麼 i等於你有沒有得到 i等於1 然後c1是等於 這是用的是這個i 所以是多少 0加1 0加2 然後分子呢 分子0 加1 減掉3 對不對 所以這等於多少 2 負的 負1 因為上面是負2 負2底下是2 所以負1 所以負1 那我們再看 i等於2這一項 i等於這一項是等於 1加上1 減掉3 底下是1加上1 然後1加上2 2 這等於多少 2 減掉3 上面是負1 負的多少 3 6分之1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i等於3的 c3 c3等於多少 對 2加1 減掉3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0 c3如果等於0的話 c4呢 就等於多少 對 c4等於0 c5等於0 以後所有 以後所有都怎麼樣 所有都是0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個展開是停在哪裡 從這邊停到這一項 這樣可以嗎 所以展開停到這一項 就不會到無限大去 所以這邊我舉個例子 如果N等於3 L等於0的話 這停在怎麼樣 停在2的地方 怎麼樣 分子的i 沒有 你知道這公式嗎 我們這個i是底下這個i的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底下這個i帶這個的 這是帶這個的 這樣知道嗎 OK 那我們來看有一個地方 我們來看 對這個例子來說 展開是停在哪裡 停在2 那我用 所以NR NR 就停在停的位置 曉不曉得我講的意思 我這邊不是有個展開式嗎 我這邊展開式有沒有 展到最大那一項 最大那一項 這邊是2 3以後就是0了 3以後就是0了 所以展開到哪裏 所以展開到012 這例子是012 3 3項而已 那這N等於R 跟這成什麼關係 N等於3 跟L等於0 成什麼關係 我把這個式子寫 告訴你 這關係是這樣子 N等於R 加L加E 其實就是這一項 就這個等於0的那一項 這個是NR 所以你們記住這個公式 我有個N對不對 有個L 那這個展開式展開到哪裡 展開到NR 這樣我就寫在這邊 這樣可以了嗎 這樣可以了嗎 我這邊寫這個N N等於多少 L等於多少 然後這個展開式展開到NR 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從這個分子來的 從這個分子來的 所以你們記住這個公式 你們記住這個公式 它展開式展開到NR 以後全部都是0了 那我們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底下就要討論 討論這些 它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